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我是維恩 今天要來介紹12個在東京的隱藏小景點 這邊的小景點跟之前介紹過的8個冷門景點不太一樣 一個是區域大小 這次的隱藏小景點真的都很小 大部分是一家店或一個小空間 可能半小時到一小時一定可以逛完的地方 再來就是隱藏的定義 他們大部分都是在東京的鬧區 比方說錶餐道、秋葉園 但你可能不一定知道 甚至會從旁邊經過而不自覺的地方 Yoyogi Village 會在代代木車站走路兩分鐘就可以抵達的地方 園內大量的植物以及Solar植物園 是由日本最有名的園藝師西田清順所設計的 這裡的設計很特殊 是由數個貨櫃還有空橋所連接在一起的 園內有不少的餐廳 然後也有一些像是Tea Shop 或者是販賣一些小物的店家 我們來到中野具有異國風情的Rengazaka Rengazaka就會在中野站走路五分鐘的地方 Rengazaka這邊是一個裝飾很有氣氛的小坡道 然後這周遭兩旁有非常多的餐廳跟小店 我這邊推薦兩家餐廳 一家是Pokeria一家是南海人 新丸之內大樓就會在東京車站對面步行五分鐘 從七樓走到戶外的PELAS 就可以欣賞到東京車站的絕美夜景啦 那這個展望台除了可以看到夜景之外 可以看到我後面這邊也有一排挑高落地窗的餐廳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在這邊用晚餐 然後欣賞這邊窗外的景色喔 東京中城日比谷位在熱鬧的銀座遊樂丁區域 六樓的平台有一個空中花園 不需要消費就可以進入 我們現在來到六樓平台帶大家看看這邊的夜景 晚上也會點上浪漫的燈光 可以在這邊坐著休息 看看皇居以及附近的東京市戎 秋葉原的怪奇販賣機就會在萬事橋的附近 這裡有著各式各樣的奇怪內容 包含鈴鐺 關東煮 甲蟲玩具 甲蟲玩具 充電器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奇妙的販賣機賣一個球的玩具 OK 我們買到兩顆球 可以運動囉 還有這個包裝很神秘 但每次打開來裡面都只是普通餅乾的片錢販賣機 在靠近東京鐵塔的織公園 最為人知的是附近的曾上寺 以及知名麵包店 烈胖骨寺進 但其實從織公園走上二樓的平台 Prince織公園 就可以近距離在草皮上欣賞東京鐵塔的景色囉 這個小區域位在上野以及日木裡的中間 是個有濃濃夏丁味的區域 由昭和十三年保留下來的三間房屋所構成 有賣啤酒、麵包等等 不定期也會舉辦一些講座 澀谷的宮下公園於2020年重新整修完成 原本是為了東京奧運做準備 其概念可以說是隱藏在城市高樓大廈中的綠地 將原先的細長公園改造成了低樓層的商業設施 更加有效應用空間 有不少的品牌、餐廳進駐 也有一家別具風格的星巴克 相信大家基本上都沒來過 之後肯定要來採點看看 東京巨蛋城顧名思義就在東京巨蛋 可以搭到水稻橋或飯田橋站 這裡有一個位在城市中的小小遊樂園 可以單次購票 搭乘雲霄飛車、摩天輪等等的設施 一旁也有Lacroix的購物中心可以逛街吃飯 冬天還可以欣賞這裡獨有的燈飾 Illumination喔 冰離宮N4庭園就位在星橋站 距離銀座只要一站的距離 這座公園在江戶時代就建立了 整個公園圍繞著中央的池塘所建造 特別的是 這座公園臨海而且池塘與海水連通 所以會隨著潮汐而變化 在這裡可以欣賞到櫻花、梅花以及風紅 Share Green位在奶木板附近 比較近的鬧區有六本木以及錶餐道 也算是一個不仔細尋找不會發現的地方 這裡算是一個複合型的空間 中間有一塊草皮 周遭則有兩家花店與一家咖啡廳 還有一塊展演空間會不定期舉辦活動 Cammule是位在錶餐道站旁的一個小區域 之前叫做Commule Second 原先有提供酒精飲料以及咖啡、餐點等等 現在則保留了部分的餐廳 但改成以Farmer's Market為主的地方 不過由於身處在錶餐道站旁 還是很建議大家來這邊逛逛看看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12個東京的隱藏小景點啦 我是偉恩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見